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昨天晚上台積電ADR再度刷新的歷史新高 會帶動今天台北股市 什麼樣的AI股票會上漲呢 都會在今天節目跟大家來做分享 好 我想端午假期過去了 大家應該在這三天當中 也算是有休息或者是有愉快的一個假期 那不管怎麼樣回歸到台北股市 大家怎麼樣在今天的行情當中去賺到錢 這就是我要告訴大家的 來 我們請看圖卡 頭部我們來看一下在昨天晚上 雖然我們休息 美國股市照樣在走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重要股市出現了什麼樣的一個變化 來 我們說來看道瓊在昨天晚上 小漲了69點 還OK 納斯達克小漲了0.35% 費城半導體不錯 漲了1.42個百分點 而且重點是什麼 刷新的歷史新高 來到了5379.49 他是再度刷新歷史新高 另外台積電的ADR漲了2.29% 也是刷新的歷史新高 來到166.1199美元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半導體今天還是大有可為 好 另外大家好引頸期盼的 揮達1差10 他股價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變化呢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這個K線你會覺得說 這麼大的跳空缺口 這是當然的 因為他是1差10 所以你的股價會除以多少 除以10 變成10分之1了 所以昨天的一個揮達的一個股價 就會在這個地方 重點再來 重點你要看他盤中的走勢 盤中走勢曾經一度往下跌 但是到了尾盤還是小漲 漲了0.75% 那我想隨著禮拜六 在黃人勳離開台灣之後 那這個禮拜AI概念股 會不會繼續的延燒 就是非常重要的觀察重點 我認為還是會 只是那個族群會稍微做個變化 特別是比如說這兩天看到 蘋果他也去發布了他們的AI功能 跟OpenAI做結合 可是股價不太買單 昨天晚上美國股市 蘋果是下跌了將近2% 然後馬斯克也有特別去講 如果你沒有OpenAI連結 他全部的企業就不用了 那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AI主要的龍頭 還是要看回答 其他都是跟進者 就是這樣很簡單的一個答案 好所以答案很清楚 台北股市今天還是會以電子股為主 雖然上個禮拜五是比較震盪整理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早上 為老師發了什麼樣的文章 跟我們所有的LINE粉絲好友做個分享 所以你要記得 我每天都會在盤前盤中盤後 發了最重要的文章 解盤的文章 個股的文章 跟大家來做說明 我會在我每天上節目之前 把所有的資料整理好 發在我的LINE上面 貼文貼在上面 那你去看喔 像今天早上一樣6點鐘 我一樣把所有的資訊跟大家分享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講了什麼呢 好今天講了什麼重要內容 揮答1開始之後續漲 大盤創新高之後小幅的拉回 上個禮拜五我跟大家講 這個大盤會稍微震盪 果然如此 那今天怎麼看呢 其實我們剛剛的一個 美國股市的狀態我們都看過了 所以我現在再跟大家講一個重點 現在的點數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位置 在21847 21847這個位置不能夠跌破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禮拜四 關鍵的多空轉捩點 這個位置不能跌破 如果跌破的話 短線上面會開始有強轉落 指數會開始有強轉落 變為一個什麼 個股震盪表現的一個時間 大家就記得這個數字 21847 好 上個禮拜五 電子占大盤成交比重 降到55% 說真的是相對偏低 不過我覺得這只是短暫的現象 因為上個禮拜五包含像營建 包含像重電 這些股票開始漲 主要是什麼 黃狼勳他最後要離開台灣之前講 我有點擔心電力會不夠 股價就漲了對不對 所以他講的話 其實都會影響到股價 所以這個大家特別去留意 那重點是什麼 你看一下我覺得近期操縱的重點 還是應該落在哪裡 落在五月份營收表現比較漂亮的 因為現在其實我想五月份的一個營收財報 其實都開出來了 所以你現在去抓什麼 你要去抓五月份表現好的公司 他們就會有相對應的機會 這樣了解嗎 所以兩個重點 第一個21847 第二個關注五月份表現好的AI股 就這樣先跟大家來講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詳細最完整的文章 我們的帳號在這下面 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善加來做一個利用 或者是掃描我們這個畫面的QR Code 可以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打開照相模式掃描這個QR Code 掃完之後會有一個條碼跑出來 那你把它點一下 點一下你就可以輕鬆的加入委員老師的Light了 盤中盤前盤後都會有最重要的文章 跟大家來做分享 好 我們繼續再看下去 來 所以今天的精選的標的 有什麼相關的個股呢 比如說像光盛 升權 實作工業 惠友跟富橋 那我們去看一下 像光盛跟實作工業 其實從上個禮拜五我們也講 更早之前我們也講了 對不對 這兩檔個股在上個禮拜五的表現 依然相當的精彩 都紛紛的創新高 甚至大漲的一個格局 我們看光盛第二季受惠什麼 資料中心的訂單出貨 帶動獲利表現 4566的實作工業 它是打入AI機器人的概念 其實AI機器人除了輝達以外 其實美國有一家很著名的公司 叫做波斯頓動力 它是打入這一家公司的AI機器人的一個供應鏈當中 所以你看 最近股價表現其實算是相對的強勢 另外我們再看 整理完成的一個轉槍股票 有誰 中興電 升威能源 合機 智威以及 矽力KY 所以前三檔是什麼 比較偏向重電的股票 後面兩檔跟AI比較有關係 比如說像智威 5263的智威 它是整合什麼 人工智威 虛擬實境 跟沈浸式的影像製作 它是比較偏向影像製作 以及虛擬的 比如說AR VR的一些設施 比較偏向這個地方 另外 吸力KY PMIC的一個轉機題材 就是電源管理IC 因為AI的一個電力 其實需求量很大 所以電的股票也漲 你如果說電源管理的個股 它也會有相對的機會 所以包含像智威 吸力光盛 實錯工業 像剛剛提到的富翔 等等這些股票 都是今天 大家可以去留意的重點 那有一些創新高的股票 我覺得你可以列為觀察重點 不見得說你一定要去追 可是你列為觀察重點 比如說像創建 時權 新日新 營建股的連上發 世界先進 然後貨櫃的像陽明 然後中櫃以及世紀鋼 好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像5347的世界先進 它跟恩智普在新加坡合資興建什麼 晶圓代工廠 另外時權 開始投入高頻寬記憶體HBN 因為台灣其實沒有人在做HBN 高頻寬記憶體 大家都是做記憶體模組 比如說DDR4 DDR5 可是現在時權開始將資源 投入到這個地方 所以它非常有可能是台灣目前 唯一有辦法去跟HBN做連結的股票 所以最近股價5月份營收 開售表現很好 歷史次高 股價還出現大漲 對不對 所以是時權跟世界先進 高檔強勢整理的誰 索羅門 羅森 振華電 雷克 以及3305的聖茂 這些檔個股比如說像 振華電比較平衡什麼AI的測試機台 雷克是代理德國COAS的相關設備 所以你看我們講的這些股票 幾乎還是都跟AI跟電子股 是有比較大的關係 比如說像剛剛提到的像索羅門 這個就是機器人相關蓋的股 3305聖茂 它有相關的席高 席高就是你焊接不管是PCB 還是AI的一個線路板 都會用到這樣的一個材料 所以最近股價慢慢的開始有轉強的跡象 好 那除了強勢股票以外 我們來看一下 也有比較偏向弱勢的 比如說高檔反轉的 或者是跌破平台區的 那高檔反轉有誰 聖達科 廣宇 金寶 金英以及典範 跌破平台的這個就要小心 這真的很弱 比如說雙紅 炎陽 易登 齊鴻 銀廣 潔波 這個其實就是比較偏向弱勢的格局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剛才回到大盤 剛才我講大盤其實區間就在這個地方 從上個禮拜五股價表現還是強勢 原則上就維持在這邊 那我們再往下看 像昨天禮拜五 禮拜五的6月7號的盤前發文 我就已經特別跟各位講 你要注意什麼重點 台積電創高之後 通常伴隨的是短期會拉回 為什麼呢 來 有沒有 6月7號上個禮拜五是不是就拉回 盤中對不對 開盤的一度開低 那我剛才講2184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數字 好 注意什麼數字呢 來 21847 這個數字你最重要 要去留意一下 我剛剛跟各位講 好 你看 所以你看喔 禮拜五其實盤中稍微有跌破 但是收盤還是站上去 所以今天的開盤就很重要 你如果一旦開低 跌破21847 今天指數就比較不容易有表現 甚至比較弱勢的機會就會比較大 偏向個股整理 個股表現機會 不過我覺得今天因為 我剛才跟各位講這些半導體股票 特別是台積電的ADR又創歷史新高 所以我覺得原則上 這個機率不高啦 只是說我要提醒大家 稍微去注意一下這個重點 好 為什麼呢 其實我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五就跟各位講過 每一次台積電跳空大漲 這是2月 3月 4月以及5月 最新這一次吧 每一次他跳空大漲完之後 你會發覺什麼 其實股價都會稍微回檔 幾乎每一次都這樣子 都會稍微回檔 所以我為什麼會在禮拜五的盤前 提醒大家這件事情 對不對 禮拜五是不是驗證了 盤是不是就稍微震盪了 所以目前這個看法是不變的 稍微去留意一下 那一樣 我們在6月7號的盤前的發文 跟各位講什麼 比如說你看石塑工業 光盛 升旋 以及神準等等相關股票 會有陽明 萬海 這個我們都講過了 那你再看 股價表現其實相當不錯 6月7號的盤前預告 我們跟大家講什麼 你注意誰 光盛 這很強 股價連續三天創新高 其中有兩天是漲停 禮拜五又創新高 三權股價創新高 石塑工業股價也創新高 來到83塊 另外這個會友 這是黃仁勳的背板概念股 因為它之前量實在太小 對不對 一被點名之後 連續漲停上去 最近它相關的背板股票 都已經開始大漲大跌 大幅度的震盪 可是它還能夠維持在這個地方 主要是什麼 它有交出EPS 雖然沒有很漂亮 可是至少是還可以看 所以代表什麼 我一開始跟各位講 五月份現在的營收很重要 另外能夠交出EPS公司 會回歸基本面 這樣了解 你現在選股邏輯要往這邊去找 這個是現在要去注意的 比如說你看像 石塑工業股價創新高 光盛連續三思漲停 股價創新高 這樣真的是相當的漂亮 好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是一樣 禮拜五的盤前的發文 我一樣跟各位講 高檔反轉的股票是什麼 跌破平台股票是什麼 比如說跌破平台有誰呢 像振興 好我換個顏色 像振興啊 齊鴻啊 菁英啊 萌莉瑞 這些都是跌破平台 相關來講 比較弱勢的股票 那你看 禮拜五的盤中 是不是幾乎都回檔 這幾檔股票 怎麼樣 尤其是什麼 像齊鴻啊 大家覺得很奇怪啊 明明就電腦展 結果它連續跌七天 各位 所以我才跟各位 為什麼我每天的盤前盤中 盤後的文章這麼重 因為我都會提醒大家 這些相關的內容 哪些股票轉強 哪一些股票轉弱 我們都會跟各位講 因為其實 投資朋友看這麼多節目 每天從早上開始看 文章老師 再來盤中你也看 然後盤後的節目也看 甚至收盤也有幾個 所謂的財經節目 你也在看 對不對 看來看去其實 我知道大家只想知道一個答案 老師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今天什麼股票會漲 明天什麼股票會漲 下個禮拜 什麼股票會漲 我相信所有的投資人 只想知道這件事情 這個也是我每天在做的事情 你會發覺沒有人這樣做 你看尤其像我舉個例子 像六月七號 禮拜五盤中 我跟你講什麼 注意誰 十玄 遜達 鎮華店 你看一下 他們的走勢 鎮華店 你看遜達 這是我在中午的時候發出來的 每一天的盤中中我都會告訴你 什麼股票會拉尾盤 這是我跟各位講 你會覺得說 溫老師你寫得很簡單 信守年來 寫一寫就有了 股價就漲了 我跟各位講 沒有那麼簡單 這個很難 我每天花了很多時間 把1700檔公司都看過 把資金板塊挪椅都看過 然後把結論告訴大家 對不對 我是不是幾乎都是跟你講結論 我也沒有跟你太多的其他的 相關的一些雜訊 都沒有 我直接告訴你結論 我相信這是投資人要的 這也是你想要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盤中的文章 你要特別留意 你看像六月七號 盤中我們就跟各位講這些股票 各位對不對 盤前的股票是不是很驗證 盤中的也驗證 你再看 像六月六號的盤中 有沒有 我跟各位講注意誰 神準 新復興 金寶 那你看 神準喔 中午過後有沒有拉上去 各位同學朋友對不對 是不是就拉上去了 好 我們再來看 六月六號 這是上個禮拜四 盤前的發文 我請各位注意誰 注意鴻海 注意富喬 有沒有 這是不是漲了 各位同學你注意看 我們跟各位講這些股票 注意陽明 萬海 等等的 比如說像銀廣 奇偶 這些股票 那轉落的我也告訴大家了 那你看 鴻海 加幣期 陽明 萬海 是不是都創高 當然我跟各位講過 航運股不是我這一波超出的重點 雖然我們也有帶會員賺 幾乎是出在這個吧 陽明 比如說出在84塊 幾乎出在最高點 但是我不特別講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它不是主流 可是有賺錢的機會 那我還是會帶大家做 很簡單的道理 就這樣 可是我認為說 你現在所有的資金 應該還是要放在AI股票 為什麼我在兩個禮拜前 就告訴各位這件事情 對不對 黃仁勳來台灣之前 我就跟你講了 那你看 這段時間幾乎完全得到什麼 得到驗證 你看 會回檔的股票我會提醒你 來你看 有沒有 我提醒你要注意誰 注意 齊陽 注意 艾遜 圓鋼 典範 易登 這些股票有沒有 小心它在高檔反轉 你看幾乎全部都回檔 因為我為什麼會跟你講這些東西 我不是說只有跟你講漲的 講強的 為什麼 因為你手上也有可能有轉弱的 也有可能有最高的股票 那我也要提醒你 各位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對大家來說 才是一個最重要的幫助 那你看像 6月5號的盤中發文 你注意看 這是6月5號 6月5號的盤中發文 我跟各位講什麼 注意政績 連雨 萬海 廣雨 那你看 尾盤是不是拉上去 你看廣雨 連雨 雙雨對不對 尾盤都拉上去 這是6月5號的盤中 我們就跟各位講了 相關的內容我都講 你看高檔 我們也可以提醒你要買 比如說喜有 我們從低檔佈局 低檔就做佈局 然後拉上去之後 到這個地方81塊 我請我們的所有的會員好朋友 先獲利調節 就是有買有賣 這樣子的動作 你才會流暢 你看這一路 前面漲的股票 我們從低檔一路分析上來 高檔 我也提醒你什麼 短線高點 都看到了 要稍微小心一下 然後開始將資金做過 挪移 開始將資金做個移轉 所以我跟各位講過 我們股票的陣容就是這些 對不對 可是當裡面的結構出現調整 我就會將一些股票 移到板凳球員 再抓新的明星隊員上來 跟各位來講 所以我們操作邏輯就是這樣 很多股票就是如此 你看像普安 很多很多 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驗證 6月3號 盤中跟你講成起 股價是不是也拉上去 好 沒有錯吧 所以我想大家還是非常非常關心 接下來 AI相關的概念股 怎麼做操作 以及今天盤中 有什麼股票可以做留意 還有像所羅門這些股票 怎麼看呢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繼續再講 每天的盤前盤中盤後 威老師都會把最新的文章 在LINE上面跟所有的好朋友 做一個分享 所以大家可以善加利用 你畫面右下角所看到QR Code 可以來做一個利用 另外如果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輸入的 很簡單 可以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打開照相模式掃描QR Code 把它掃上去會出現一個條碼 你把它點一下 你的智慧型手機把它點一下 就可以輕鬆的加入 威老師的LINE 你就可以在盤前盤中盤後 看到我們最新的文章 好 我們再回到圖卡 我們來看一下比如說 我再舉個例子 像6月3號我們的盤前的預告 我跟各位講 我們所有的盤前預告 你會看到幾乎都是早上6點鐘 不然就是5點50幾分 我就給各位看了 我每天上節目之前 會將資料都整理好放在上面 比如說你看 像6月3號我就跟各位講誰 石塑工業 銀廣 齊陽 羅森 各位沒有看錯 這是6月3號的事情 今天已經來到6月11號了 你看看這些股價的一個表現 股價的一個變化 像銀漢 有沒有 易燈等等的 前面還沒有漲之前我先跟你講 漲高了我也提醒你 我想這是最完整的分析跟報告了 好 我們再看一下 比如說像6月3號 有沒有 銀廣 那個時候還在創新高 典範也在大漲 他們創高之後我也提醒你 短線高點來了 好 我們再看其他相關的個股 石塑工業 有沒有 這個股價還創高 那個時候股價還在71塊 今天都來到8開頭了 對不對 銀廣 協議基 齊陽 那時候股價也是創新高 羅森 新頂等等相關的股票 像廣民 紅藝股這些股票很多 那你再看一下這個5月31號 盤中的發文 我跟各位講 注意誰 注意姓景 丹景 陳明店 姓景 尾盤很香 尤其是這個丹景 中午我跟各位報告 尾盤是不是亮燈漲停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其實你會覺得說這個很簡單 我跟你講真的很難 但是我認為我的專業做得到 所以我才一直持續在做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每天盤前盤中 跟你這樣跟著預告 我跟你講沒有 全台灣沒有任何一個分析師在做 為什麼 因為太難了 我說真的 我跟你講這真的很難 可是我為什麼願意每天做 我每天不斷的預告驗證 預告驗證 就是要讓大家看到對你有幫助的資訊 對吧 所以我們再看下去好嗎 來 這個重要的重點 再來大家都很關心的所羅門 對不對 該怎麼看 五月份開出來營收 普普通通 我說真的 沒有很漂亮喔 那今天就很重要 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過 所羅門最好是能夠回到月線 什麼意思 他最好是能夠回到這裡 回到這裡 我跟各位講千載難逢的買點 那就等他會不會回來 能回來是最好 為什麼 上一次他跌破月線 很多人跟你講這邊要 他完蛋了 要下跌了 要放空了 結果去放空的人 從90塊嘎到184塊 你看我們的文章 我在五月七號 我也跟你講了 這是可以列為我們的經典教材 五月七號 我就跟各位講 所羅門跌破月線 驗證了我的看法 他後來馬上官網賞聽 千萬不能看跌破月線 你就看空 你就賣出 結果他從90塊 100塊一口氣漲到184元 各位對不對 所以這非常重要 再來像聯發科 我們這個波段的一個持股 大家也都獲利 從多少錢 這個地方 低檔 1000塊以下漲到1320元的 最近幾天 各位你看 雖然他沒有再創新高 可是你看他的股價的一個表現 依然是什麼 來投票 依然是維持在一個強勢的格局 另外你看像 五月28號 我跟各位講過什麼股票 大家都可以回頭去看 我們時間點我都留在上面 那個時候你會看到說 今天這些股票開始轉落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有在那個時候 跟著一起的話 其實你都賺到錢 我跟各位講 現在股票市場就是這樣 不是說我們要買什麼 什麼落後補漲 我認為他會落後就會有問題 我通常告訴大家什麼 我們去選擇什麼 整理完成剛轉牆的 他有可能是高位階 有可能是中位階 有可能是低位階 不一定 那搭配現在的大盤 現在大盤在歷史清高 自然而然高位階的股票 我們就少說一點 但是中位階的有可能是最強 低位階就看到獲利 如果表現也不錯 也可以納入考慮 我覺得我們的操作邏輯是這樣 拉高像這個河村 兩次漲停我們就賣了 各位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做啦 我覺得股票操作 現在你就是這樣 就是20% 30% 這樣獲利 好一點就到50% 你現在沒有辦法期待兩倍三倍 你懂我意思嗎 你說老師我現在可不可以告訴我一檔 可以翻倍的股票 所羅門不是看到了嗎 對不對 你現在應該做的事情是什麼 20% 30% 50%這樣子 設定為你的目標去做 像正規45% 對不對 像銀廣之前剛開始起漲 大家都不相信 我跟你講大家說 這什麼股票怎麼可能會漲 漲到多少各位自己看 對不對 我說過它符合12大指標 量千張大戶 新價限 KD 融資 MACD 分公司交易加速 外資投信 通通進場 這種股票它就有機會 那這一檔 蓋排股票 它已經慢慢在漲了 接下來就是要準備幹嘛 準備複製正威 準備複製銀廣了 想跟上投票 歡迎成我們的會員好朋友 一起來做個參與 一起來做個操作 好嗎 接下來行情變化還會非常多 但是如果你想要掌握到 第一手資訊歡迎跟上我們腳步 從我們的Lighter的好友 在一起來做操作就可以囉 祝大家操作這裏賺大錢 我們明天見 掰掰 會不會about 那一回合 早看 明天見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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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硬了